施政报告提出鼓励生育措施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 子女免税额引入累进制 越生得多,免税额越多 也有议员建议 新生BB2万元奖励金加倍 但政府认为涉及庞大的财政负担 不会财納 向基层市民的每名新生婴儿 每年发放4万元现金奖励 直至其年满5至6岁 愚会长情为何 愚否原因为何 即是向每名新生婴儿 在5至6年间发放20至24万 有关建议涉及支出 初步估计可达数百亿 这是十分庞大的财政负担 也不是资源的良好运用 政府没有计划采纳有关建议 我们做生意就很怕只看支出那一项 又不看收入那一项 如果是这样,什么生意我们都不用做 我想提醒你,收入那里应该是多可观呢 当你生到第三个小孩的时间 但你会发觉去迪士尼 一年去两次是六张飞 不是一张飞 或者你不会去的 你没有小孩 你在第二里收多了多少钱 无论理由如何 这个似乎也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 是不是生多些 我自己收入多些 有納稅 納多一點